現在來討論的是練習 不管你是學哪一種樂器 爵士鼓、吉他、Bass 或者是鍵盤類 任何一種樂器 今天的內容都能對你有一些幫助 首先在練習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有一些誤解 在進行練習之前 我們先應該思考一下 練習的本質是什麼 我常常會對我的學生說一件事情 就是在課堂上大部分的時候 我在教的是你的大腦 然後用你的大腦來教你的肢體 教你的身體怎麼樣去操作樂器 所謂的練習 其實更多的時候講的就是 我們在大腦到肢體的這個過程 因為上課的時候 或者是透過一些練習的影片 透過這些示範 我們所得到的是一些大腦上面的理解 在思想上面 我們已經知道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可是你的肢體並沒有辦法馬上跟上 所以說練習它有一個過程 就是在建立身體跟大腦之間的協調 我們常講的協調性 其實有一部分在指的就是 大腦控制手腳 然後讓我們的手腳 應該說身體 依照大腦所想的正確版本把它演繹出來 所以練習就是一套大腦到身體的這個過程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過程走得比較順 這是練習的各種技巧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說的 現在要講的是如何練習 很多人在練習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就是覺得練習太難 不太容易做到 都聽懂了 可是就是做不到 怎麼辦 在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要做到的 就是要簡化你的練習目標 這是很多老師應該要做到 但是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或者是他把這些步驟看得太過簡單 因為畢竟比較有經驗的演奏者 很多的東西對他們來講幾乎已經是理所當然了 所以他們會忘記學習者的那種感受 會覺得這些東西演奏起來不就是這樣嗎 他可以很熱心的示範很多次給你看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去把這些步驟 切割成更細膩更細碎好吸收的片段給你 所以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練習者如果你遇到你的指導者 沒有辦法去把你的這個學習項目 切割成比較細碎的片段 又或者是你是一個自學的人 這時候沒有人幫你去統合這些練習 把它分割成比較細小的片段 那這種情況下 你就有必要自己來執行這個工作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你要練習的這個項目 分割成比較細碎的片段 例如說我要演奏一首歌的吉他Solo 或者是Drum Solo 在演奏這些獨奏的時候 我把它切割成比較多的樂句 以不同的樂句來作為不同的目標 一次只練習一個小小的目標 這是一種情況 更仔細的方式是 你可以先忽略拍子 就是你每個音彈出來的時間點 這些音該多長多短 完完全全的忽略 因為你光是手指在吉他上面運作 就已經有點困難了 所以說第一件事情你要去思考 這一段演奏的樂句當中 每個音的前後順序 先把音的順序做對 把你的手放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把每個音順序彈對 光是順序彈對 然後忽略拍子 拍子荒腔走板都沒有關係 光是這件事情可能就要花上一段時間了 那以爵士鼓來說好了 如果你要練習一個手法 這個手法裡面有一些移位 這些移位的動作 你也可以暫時放下拍子這件事情 專心的去思考你的手 在鼓上面移位的順序 你該先打哪一個鼓 然後移動到哪個地方 讓你的肢體 你的身體先充分的適應這套過程 把這套流程先走得正確無誤之後 再進行下一個動作 把你彈的吉他Solo 或者是這個鼓的過門手法 演奏在正確的時間點上面 那你可以換一個角度 就是忽略音的順序 從頭到尾都只彈一個音 用單一的這個音來練習你原本應該演奏的拍子 把拍子也練順了 音的順序也分別都練順了 再把兩個再合在一起 這是其中一種例子 實際上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會看情況 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有的時候是拍子優先 有的時候是音的順序優先 在這一切都練得比較順了以後 然後才是整體的速度一起提升 彈到符合你預期的速度 例如說這首歌的速度可能是98 98BPM 但是你在練習的時候 一開始是完全不管速度的 慢慢你可以練得比較順了以後 大概把速度抓在也許是40 50 60 之後再慢慢的提升上來 達到你原本預期的這個98的這個速度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把你的練習的項目盡量的單純化 我剛剛說把它切割成比較細碎的片段 練習的第二件事情是要保持正確 這聽起來有點像廢話 大家都知道練習要保持正確 可是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會無意識的重複 我在彈一個樂句 或者是在演奏一個節奏 打著打著這個節奏就變成別的 別的節奏了 變成以前我練過的某一個節奏 我比較習慣的節奏 他在彈吉他的時候也是 練著練著這個音可能錯了一個兩個 或拍子有一兩個音跑掉了 有一兩個拍子 或者是拍子有一兩個地方跑掉了 但是自己不會發覺 歸咎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注意力沒有辦法 維持很長時間的專注 高度專注其實是蠻困難的 在這裡我要解釋一下 我們大腦怎麼樣運作這些演奏 有一個狀態叫做自動導航 就是有一個動作當我重複做了很多次以後 我的肢體就會慢慢接管 接管這個動作的流程 他就會自己去run這個動作 但是大腦你的思考跟注意力 就慢慢不在這件事情上面了 你不會無時不刻地去監視這些動作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肢體可能會被以前所做過的很複雜的訓練 或者是非常高度投入的那些訓練所造成的習慣來影響 所以過去的習慣會影響你現在的演奏動作 這一個你不熟的樂句 當你彈到一半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已經不在上面了 這時候以前的習慣就會偷偷地跳出來 變成你原本的習慣動作 明明上課的時候演奏是正確的 回去練習你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練了一個禮拜之後 再重新上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怎麼跟上次上課的內容有一點不一樣 那有人會覺得自己練錯了 這當中主要的關鍵 就是在於你的注意力在某個時刻跑掉了 然後這時候你沒有注意到 但是你過量的無意識的重複 這個對練習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你浪費了不少時間 而且你也練錯了 那有人以為至少我投入時間了 至少我盡力了 其實這個是一種比較阿Q的作法 那要怎麼樣維持高度的專注力 與其說要維持高度專注力 要維持很長的時間 不如說你要隨時的自我觀察 你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提醒自己 你自己記不記得過去的一分鐘兩分鐘 那一段短短的時間裡面 你所做的演奏內容是什麼狀態 那些演奏內容是不是保持正確 如果你不記得 就代表過去的這一兩分鐘 其實你已經注意力上面有一些疲勞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會建議你休息 起來動一動 去翻一翻你家的冰箱 不要休息太久 通常這個休息時間大概間隔 一分鐘兩分鐘就夠了 就是去喝個水 上個洗手間 再回來坐下來繼續練習 這樣子的時間 就已經足夠讓你的注意力 從樂器上面短暫的移開 然後再回來 這時候你能夠重新再保持專注一段時間 在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注意力又會分散 所以你要常常的問自己 常常的自我觀察 我剛剛到底在彈些什麼東西 我自己真的知道嗎 如果你已經頭昏腦障 我根本就不曉得我剛剛在幹什麼 這樣彈了半個小時 那這個練習是非常低效率 也對你的演奏其實是有害的 另外我要提一個可以輔助你練習的一種機制 就是側錄 其實側錄不需要用非常高級的器材 你隨便用手機或者是可以錄音的器材 簡單的一支錄音筆都可以 用側錄來錄下你的練習 但是在側錄的時候 有的人會覺得很痛苦的一點 就是我練習了半個小時 難道我要再花半個小時的時間來聽我自己的側錄嗎 其實不需要這樣子 我比較建議的方式是 當你練習了5分鐘或者是10分鐘 或者是你覺得我可以了 我已經掌握了這個階段的練習狀態了 那時候你來為自己進行一次側錄 好好的把你剛剛的練習內容彈一遍 彈完之後再停下來聽聽看 或者是用視覺來檢查一下 你剛剛的彈奏有沒有問題 因為從頭到尾的側錄其實是很累的 聽也會很累 除非是表演 對於自己的表演進行側錄 我覺得這是很有必要的 那平常的時候練習我覺得 只要每個階段側錄一小段就可以了 當然有些在更積極一點的一些演奏家 他們會透過運動 或者是透過一些冥想 以及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加強自己精神上面的強度 這些方式當然也是有用的 但我覺得大部分的情況下我覺得 我們應該還不需要走到那一步 因為那種情況我們已經想必已經把生活當中 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在練習裡面了 我要補充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莫名其妙的 不明就裡練習了20分鐘 但是20分鐘裡面有10分鐘都是演奏錯誤的 然後有5分鐘你在摸索怎麼樣上手 所以裡面正確的版本只有5分鐘 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你演奏了5分鐘的正確版本 卻另外演奏了10分鐘的錯誤版本 這個錯誤版本想必對你的習慣會造成影響 所以這是比較不利的 順著這一點我要講到下一件事情 就是練習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累積正確的次數 我剛剛已經說了要做到正確 要維持專注力 再來就是累積正確的次數 這是跟前面這個維持正確是連在一起的 這一點很重要 有的人會練對了 但是我覺得我練對了那我可以放下了 那我就可以去進行下一個練習 或者是去做別的事情 但事實上當你做對了這個練習一次兩次 這個次數不夠多的時候 你的身體並沒有真正的記住 這個正確的練習版本 所以這個練習的效果還並不真正達到 我要具體的說明一下 這個練習的效果是怎麼樣計算的 當然很難量化啦 但我會把練習分成幾個階段 當我在做一個練習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就是我的大腦已經知道了 然後我在試圖說服我的肢體 例如說說服我的手指 去照大腦所想的這樣去運動 那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一邊用視覺來觀察你的肢體 然後去用你的大腦命令你的肢體 去照他所想的那個方式來動作 試過幾次以後一開始可能他會做錯 例如說我的手指放在吉他的弦上面 他可能會按錯格子按錯弦 或者是動作過頭 那在鼓上面可能我的力道會下得不夠正確 拍子不夠準 我想的拍子即使是準的 但是我的肢體並沒有做到那麼準 這些事情都會不斷的發生 然後在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大腦在協調 統和你的肢體怎麼樣運作 經過幾次之後 你的身體做到了 這時候做到了以後 很多人就會誤以為 這個做到了就等於我練會了 或者是我練成了 這一點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學生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把老師所示範的內容 敲幾個幾遍 然後他打過幾遍之後 他抓到感覺了 其實就是把一個節奏打對一次或兩次 他就覺得OK啦 那就停下來等老師給他下一個指令 事實上我覺得師生雙方都有必要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這樣還不算是一個成功的練習 你可以這樣想 當你花了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你抓到了感覺 知道怎麼樣正確的演奏 或者是怎麼樣正確的敲擊 這十分鐘的時間是你從零 一直到抓到感覺 所花的時間 但是當你一抓到感覺 你演奏正確了 你卻沒有持續的累積這個正確的次數 或者是持續延長這個正確的演奏的時間 所以你的身體對於這個正確的版本的記憶是非常短的 但是我們常常會有一個錯誤的認知是 我已經花了十分鐘來練習了 不 其實那十分鐘只是一個必要的抓到正確的版本的過程而已 你的練習是抓到演奏正確的那個時間才是開始的 所以當你抓到正確的演奏版本 你已經掌握到正確的演奏動作了以後 你能夠持續越長的時間 或者是累積越多的次數 這時候你的練習效果就會越好 我這樣比喻好了 有兩個人 有兩個學生 A學生他在練習十分鐘之後 他抓到感覺了 所以他就只在練了一分鐘 他就停下來 所以他花了十一分鐘 但是他的練習效果 是只有一分鐘的練習效果 B學生十分鐘練習 抓到感覺之後 他又持續練習了五分鐘 你可以這樣說 他的練習效果會是 A學生練習效果的五倍 一個是花了十一分鐘 一個是花十五分鐘 另一件事情就是標準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今天如果你是鼓手 或者是吉他手 當你拿著樂器上台 在演奏的時候 你的手一下去 那個演奏的結果 就必須是正確的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說 演奏到一半 你發現錯了 等一下 再讓我練一下 練個三分鐘我就會彈對了 那當然這個表演就不成立了嘛 這個作品就會被你毀掉 所以說 練習他有一個標準 他有一個強度上面的要求 就是你必須要在 某些特定的場合裡面 某些特定的時間裡面 你只有一次的機會 然後那一次你就必須要做對 練習我們是以這樣子的情況為標準的 那更何況是你要想想看 實際上當你上台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要上台 你參加的是一場比賽 或者是一個package show 就是前面有非常多的演出者 你沒有時間可以好好的彩排 然後今天你拿著鼓棒 拿著你的吉他 一上台 你馬上就要開始演奏 而且演奏出來的狀況 即使不是你的完美狀況 但起碼也不要出錯 所以你要去理解到 這樣子的要求標準 那你目前的練習能夠幫助你做到這個狀況嗎 如果不行的話 這個練習就是不夠的 那我們再回來講這個練習 前面講的這個 當你今天花了十分鐘的時間 抓到練習的感覺 到明天你把樂器重新拿起來練習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夠掌握到正確版本的感覺 但是這個時間可能會少於十分鐘 例如說昨天你花了十分鐘抓到感覺 今天也許你花五分鐘就抓到感覺了 那到明天也許你花三分鐘就抓到這個感覺了 到了某一個情況下 你早上一醒過來 你還在睡眼輕鬆的時候 你把樂器拿起來 噼哩啪的彈就可以正確了 那就表示這個東西已經進入到你的肌肉記憶裡面了 你不再需要一個很漫長的時間去抓到感覺 怎麼樣快速的抓到演奏正確版本的感覺 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有賴於每次練習的時候 當你已經做對了以後 你後面你再花了多少的時間 來累積正確的次數 以及累積正確的時間 要記得這一點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件事情我想要來講的是疲勞 因為順著前面講的這個累積正確的次數 以及累積正確的演奏時間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疲勞 有的人他就像我剛剛所說的那樣子 當他花了一段時間抓到了手感之後 他開始累積這個演奏正確的次數 他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都還蠻正確的 彈的也不錯 但是彈到一定的時間 彈到一定的量之後 他會發現穩定度開始下降 也許原本十次有八次是彈的很好的 有兩次有一點問題 但是慢慢的這十次裡面 不聽使喚的次數越來越多 彈到讓你可以接受的可能只有三次兩次 甚至一次都沒有 有時候我要解釋一下這個情況 就是你的大腦的認知裡面 你越來越清楚的知道正確的版本 應該是什麼樣子了 可是你的大腦傳達到手腳的肢體的這個系統 這個神經的系統 這個控制協調的系統 他會感到疲勞 變成沒有那麼靈敏 有的時候即使你知道正確的版本是什麼樣子 但是你的手腳卻做不到 特別是在長時間的練習之後 但是有人會覺得我並沒有覺得手痠啊 因為這裡所說的疲勞並不是你的肌肉上面的疲勞 也許它結合了肌肉的疲勞 也許也結合了你的神經系統的疲勞 跟你的專注力上面的疲勞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我會建議你適度的休息 當然這個疲勞也要看情況 有的時候這個疲勞是休息半個小時 你就會得到某種程度的復原 就好像你在被補血一樣 但是你並不會被補滿 你今天原本是百分之百的元氣來進行這個練習的 當你疲勞了之後 好像你的血已經燒乾了 所以這時候你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 你可能會被補血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你會有一個蠻好的狀態 帶著剛剛很認真練習的那種很新鮮的記憶跟協調的成果 短暫的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再重新來演奏你會發現自己變得很厲害 但是不用很長的時間 你彈個沒多久 你會發現那個疲勞又會重新再找上你 因為你的能量已經沒那麼多了 當你的能量第二次再被燒乾的時候 你在休息還是可以再補血一點 但是每次的這個能量的回補都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會越來越容易覺得疲勞不受控 大概是會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說在做這樣練習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理解一下自己對於某些特定的練習 會感到疲勞的那個時間點 你可以經過一次或兩次的簡短休息再回來練習 但是不要過度的訓練讓你自己受傷 或者是去增加這種無意義的操作的這種時間 這對你的練習來說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還不如把這個時間拿來聽音樂會比較好 那以長時間的來說 當我們長時間的在練習某些曲子 或練習某些動作 有的時候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例如說你會發現你的肌肉力量 越來越不聽使喚 它這個疲勞它會延續到你的隔日 甚至隔一天兩天甚至更長的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當你很激烈的在訓練 自我訓練某些演奏動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段時間你似乎都沒有掌握到效果 我常常會勸告我的學生說 你要把一些事情交給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成果才會回來找你 所以當你練習了一段時間 你覺得抓不到成果的時候 你可以暫時放下來休息幾天的時間 完全不要去玩這個東西 甚至把你的注意力徹底的移開 去聽音樂去做別的事情 或者是去玩一下別的樂器 當過了一段時間再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掌控力 會比之前休息之前還要好一些 所以適度的休息去解決你的疲勞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來關於練習的過程 還有一個要叮嚀的就是 你要降低視覺上面的依賴 特別是吉他手或者是鼓手 當我們在演奏的時候 你要去合理的使用你的視覺 我們在使用視覺的時候 通常會是這樣子的 我們用視覺眼睛去看到譜上面的記號 然後去思考這個記號代表什麼動作 然後把你的手放在樂器上面 去做出這個認知上面的正確動作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眼睛從頭到尾都是盯著你的肢體在看的 你的眼睛像是一個你自己的老師 像是一個監視者 在監視你的肢體怎麼運作 然後做對了 聲音出來應該也沒什麼問題了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這個練習 它在整個機制裡面 其實是不斷的仰賴你的視覺 你在某種情況下 你要適度的去降低你對視覺的依賴 例如把你的眼睛看到別的位置上面 盡量不要從頭到尾 用眼睛來判斷 當你眼睛比較不看著你的肢體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會比較多轉移到觸覺 轉移到你肢體對於整個空間的這種相對關係 這時候你比較能夠以肢體的感覺來做體會 這樣的轉變也能夠幫助你 比較快的進入肌肉記憶的狀態 所以當你能夠開始穩定的做到正確的版本 並且你也累積了相當的足夠的次數之後 你可以試著看看別的地方 一邊彈一邊試著眼睛不要看自己的手 然後保持這個聲音是正確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過程也是必要的 關於練習要講的東西還蠻多的 我還是分成幾個部分來說好了 所以現在這個部分我要講的最後一件事情是 關於練習的強度 什麼是練習的強度呢 就是說你在家裡面練習的時候 你在自己的臥室裡面練習都沒有別人 你是以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 自己跟自己相處 然後一步一步的帶著自己的身體 肢體去把這個理想中的正確版本做出來 當你已經做到了 然後你也覺得我每次都可以彈得很正確了 你可以試著去接近 去呈現你要的圓曲裡面的那種彈奏的感覺 無論是在速度上面 或者是聲音的表情上面 整個曲子的動態 那種輕重音強弱 情緒的表現上面 盡量去接近 當你這些也都做到了以後 你接下來要試著去使用 怎麼樣去使用它 就是例如說放著節拍器 在一個規定的指定的速度 或者是對著某些backing來彈奏 或者是把它這個手法 把你練到的手法 把它應用在某些可以即興的樂句 或者是段落當中 這樣試著去玩玩看 再進一步就是 你要去試著在練團的時候 如果你有樂團的話 在練習當中 即使這個曲子 並沒有這個手法 你也可以試著去把它套用看看 因為練習嘛 反正練團的時候 只要演奏不解體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或者是即使解體了 覺得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又比你 在家裡面的臥室練習 又來得多一點點 所以這個強度是比較高的 那或者是你可以再提高一步 你的強度 也就是這個演奏強度 你把它融合在某個曲子裡 或者是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樂曲 你試著把它拿來表演 如果你暫時沒有一個完整的表演機會 你也可以演奏給你的家人 或演奏給你的朋友看 給他們觀賞 這也會非常有用 雖然表演的觀眾只有一個人 可是當有人看著的時候 你真的把它當成表演 這個強度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的專注力 必須要拉高到一個 在臥室練習 比較不容易達到的境界 當然也會加上一些緊張 你要去克服這種緊張 所以說你會進入一個 不太一樣的狀態 然後就是表演其實不太能上訴 因為你在臥室裡面練習 有的時候你覺得自己彈得不錯 可是你會忽略自己彈錯的那100次200次 你可能會記得自己彈對的那50次 所以會覺得自己彈得不錯 但是在表演的時候 你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種 拉高這種演奏強度的這種方式 來提高你的注意力 那一旦在表演當中 例如說你搞砸了一次表演 搞砸了兩次表演 幾次之後 你的身心會慢慢能夠適應這種強度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練習成果 在表演的狀態下表現出來 如果你是一個不太能夠面對人群 即使是彈奏給自己的家人 你覺得有點困難的 那我會很建議你 用一個簡單的設備 就像側錄一樣 拿著手機把自己的彈奏錄下來 但是你給自己一個壓力 就是今天我只錄一次 當我已經 已經ON了我的CAMERA 然後我就只彈了一次 那這一次如果彈的 不管好或不好 就當成表演一樣 把它完成 你不要彈的卡卡的 你就半途而非 東西丟了 就去休息了 你要把你的這個彈奏完成 不管它中間彈的再糟 那這一個心態會非常的重要 它也會有助於 把你的強度再拉高到另外一個層次 關於練習還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暫時先說到這裡 很快的我會把其他要講的東西 再分享給各位